MSCI公布最新的季度调整 受到中国A股入模的影响 各国的权重几乎都被遭到下调 像是我们台股权重交到双降 但是奇怪的是 台股今天居然不受到影响 开高走高 中场上涨75点 收在10824点 年限关卡失而复得 究竟台股能不能占回11000 就要看各股的表现了 鸿海公布第二季财报 虽然营收创下历年的同期新高 但是获利指标却是三绿三降 其中第二季税后存益 既减27%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 EPS为1.01元 创下近5年来 单季新低的记录 财报利空消息也影响 鸿海今天下跌了将近3% 盘中最低也来到80.8块钱 不过外资仍然是看好 新iPhone能够推升鸿海下半年的营运 像是汇丰 大摩和麦格里 都同声表示 鸿海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并且预期鸿海的目标价 渴望达到108元 而最近国际纷扰不断 传产股依旧是盘面最抗跌的族群 近期股价拼命网上 是谁在拉呢 难道是法人积极在抢吗 因为统计发现 不管是外资还是投信 最近都一直在加码速化股 上市投信已经连续8天买超国桥 今天更是跃升投信加码的前5名 一口气加码了2342张 不仅如此 法人也相当青睐钢铁股 因为外资从7月9号以来 天天都在买中钢 投信今天也大买了高达5000多张 此外水泥族群也获得法人的加持 投信从7月18号开始就一直买进亚泥 今天更是大买了3000多张 还有纺织族群 市场纷纷表示 本季渴望淡季不淡 尤其看好个股像是远东兴 8月营收渴望再创今年的新高 近期法人不断加码传产族群 传产股有机会带领台股 再次攻上11000点关垮吗